你说我在学佛法用得上,我穿衣,吃饭就又变了,那是假的。 你在佛法上没用上功夫,你要真正会用功,统统都会用,完全变成了生活。 你平常读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,你为人讲经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,怎么能够跟生活脱离关系? 离开了生活没有佛法,佛法就是生活,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。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,什么都不要求。 今天中午有几位同修请我吃饭,有几个人提出来,他们要拜佛,念经,求发财,求长寿,求福报,能求得到吗? 凡是你求到的,都是你命里本来有的,不求也有。 命里面没有的,那个求法求不到的。 佛不骗人,这是我们最佩服他的地方。 可是佛又说,佛是门中,有求必应,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。 是真的。 有求的道理,有求的方法,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,自然就得到了。 种瓜就得瓜,不种瓜天天求,会有个人送个瓜给你,哪有这个道理? 没有这个道理的。 你自己去种因,一定就有果报,佛是教你这个。 种善因就得福报,种恶因就得恶果,就这么回事情。 你发财了,你发财是因为你过去财不失,过去身中的财不失,不失得多,这一生当中发了大财,是这么个道理。 我财发的不容易,拼命赚得来的,你不拼命也赚来,你何必要去拼命? 你命里面有的,可能你拼命去赚,提早一点,本来是两,三年以后才发财,因为你拼命干,现在就发财,可能提早一点。 总而言之,是你命里有的,命里没有,拼死了也赚不到一分钱来,这个要晓得。 聪明智慧,法不失的果报,健康长寿,无畏不失的果报,种什么样的因,得什么样的果报,了凡思讯,里面讲得很透彻。 佛是教我们这样,所以说有求必应,他有道理,有方法,不是佛菩萨赐给你的,没有这个道理。 今天他们问,有很多道教的求神,神帮助他升官发财。 我说那个神性好不灵,如果要灵的话,那你就不得了。 他说,怎么,你想想看,聪明智职位之神,你去那里祷告,跟神谈条件,谈贿赂,神。 你保佑我发一万块钱财,第二天我供养你一千块。 这不是谈贿赂吗? 你把他当作什么人看待? 贪官污吏 贪官污吏,新加坡的法律都要制裁他。 你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,你说怎么得了,你的罪多大。 幸好他不灵,他要灵他不治你的罪。 你还能逃得了。 你自己的心歪了,也像那些佛菩萨心都是歪的,就跟你一样,你说怎么得了。 这个道理并不很深,头脑清楚一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,哪有这种道理。 佛给我们讲因果的道理,总善因得善果。 这一段的意思说得好,心里面有所需求,你的心就不清净,佛菩萨不会给你受祭,你实实在在也得不到你心里面想得的果报,你得不到。 同样这个道理,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来给我说,法师,我念了三、四年,一心不乱我还没有得到,我就老实告诉他,你这一生都没指望,你得不到。 他说,为什么,一心不乱里面,还夹杂一个一心不乱,你怎么能得到,必须把一心不乱这个念头去掉,你才能得一心。 你有个一心不乱横在那个地方,那是个障碍,那是夹杂,你怎么能得到。 决定得不到的,诸位要想念佛功夫提升,老实念去,什么也不要想,不要想品味,不要想一心,一直念去,水到渠成,自然就得到,这是把障碍去掉了。 礼与世都要清楚,都要明了,我们在修行,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,这幸福美满的生活,许许多多的障碍才能够排除。 119,正是 以十五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是故然登佛与我受计,做誓言,如于来誓,当得做佛,好释迦牟尼。 正因为世尊在八地位上心地清净,一尘不染,然登佛才给他受计。 佛在此的说这些话,给我们做榜样。 在三转法轮里面,这叫做正转,以事实来给我们做证明。 1,以其时无助者菩提法以求得知之心。 明其正因心无有法,乃正无身。 得蒙受济尔。 这一段说明一桩事情,怎样才能够正得入佛之见,一切法不生不灭。 我们也很想正的这个境界,但是就是没有法子正得。 并在哪里? 并在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生灭心。 生灭心见不到无身法,生灭心见一切法都是生灭法。 菩萨为什么能正的? 他用的是不生不灭的心,他心里面没有念头。 生灭是妄心,不用生灭心,他用的是真心,真心不生不灭。 他用不生不灭的心看一切万法,这一切万法果然不生不灭,这岂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静随心转。 清静心见的是清静色相,不生灭的心见的是不生灭的色相,生灭心见的是生灭的色相。 修行修什么? 就是把妄想,分别,执着修掉。 这个东西是错误的,无始节以来错到今天,把错误的修正过来,叫做修行。 这是真正从根本修,根本就是念头,有念就错了。 无念怎样? 无念也错了。 无念变成无想定,也不行。 那要怎么办? 还是佛在这里说的,无助身心,无助不是有念,身心不是无念。 落在有念上,你落在欲界,色界,落在无念上,你落在无色界,都出不了三界,都脱不了轮回,必须两边不住,你才能够超越。 这个事情太难了,有不行,没有也不行,那怎么办? 确实我们是不得其门而入。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,抓住阿弥陀佛就行了,跟他出去,除了这个方法之外,你想想看,无论哪个法门,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空有两边不着,你才能出得去, 没有第二条路。 想想这是真难,真不容易。 念佛这个法门救了我们,念佛法门可以执着。 二,无菩提可住。 正是说明不应住之所以然。 乃离相之极致,亦法性之本然也。 菩提,是范语,意思是觉。 本来就觉,一住就迷了,这住不得,一住就迷了。 觉性在哪里? 佛在冷言会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明白,真如本性,我们的真心,原来就在,六根门头。 眼见是真心见,是见性见,耳闻是真心闻,都是真心在起作用,绝对不是忘心。 为什么会变成虚妄? 就是因为你有住,就坏在这里,一住迷了,把真心变成忘心。 眼见,见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可是你在见的里面,你起了分别,执着就错了,那就住了。 我眼见的看看清楚,这是花,这是黄色的,那是红色的,迷了。 怎么迷了? 你迷在名像上,它本来没有名字,没有名字。 你看的是真的,一有名字就是假的,名是假名,你执着假名,错在这里。 所以你在见色纹身的时候,你的心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没有妄想,你所见的是真的,跟佛见的没有两样。 一见到里面就起分别,起执着,打妄想,你就从佛一下掉到凡夫,就变成凡夫。 凡夫见色纹身,第一念是性见,眼见是见性见色性,但是第二念就变成实,变成眼实,外面变成色尘,麻烦在这个地方。 如何保持第一念而不动,金刚经,上跟我们讲的,不取余香,如如不动,这就是教你永远保持第一念。 第一念因为你没有执着,你的心是清净的,你没有分别,你的心是平等的。 一有分别就有好丑,就不平等,一有执着,就有爱憎,这个我喜欢,那个我讨厌,这麻烦就大了,那是凡夫。 为什么佛与大菩萨他的心清净,平等,他对于使法界众生一视同仁,没有说喜欢这个,讨厌那个,没有。 决定是平等的。 我们凡夫为什么在境界喜欢这个,讨厌那个,迷。 把清净的自信转变成八十五十一心锁,变成这个东西。 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,再还原。 所以相宗讲修行贵在转十成智,转八十成四智,四智就是菩提,相宗讲四智,信宗讲无上菩提,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,叫转十成智,信宗里面叫破弥开悟。 因为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东西,所以你不能执着,清净心中也没有佛法这些法相名词,因此法相名词也不可执着。 法相名词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法不得已而假设的,不是真的。 你要把这个当作真的就错了,所谓,法上映射,何况非法,什么东西是真的。 一念不生是真的,于一切法当中不起心,不动念,不分别,不执着是真的。 这是,理想之极致,法性之本然,佛为什么教我们不执着,换句话说,佛为什么在经上教给我们无助身心,道理都说清楚,说明白了。 你要是不清楚,不明白,不服,不愿意照做。 真的搞清楚,搞明白,非这么做不可,那就信心不腻。 为什么? 不这么做,我们亏吃大了,无量解搞到今天,就是吃了这个亏。 吃亏不晓得怎么吃的,这一下才搞清楚,搞明白。 一回头就是大彻大悟,一回头我再不犯老毛病,这才能成就。 好,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 migrate community再快继续听到这里。 ? 剛好,他很明显 growth。 遇 Str痛心衝出来 другой。 小吟这样不要定。 cose一切都不 sättП识过来获得出来的招々,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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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